欢迎收听小说繁华 从上海的龙堂到南京路、淮海路 从珀斯就到改革开放 上海人经历了不同年代的沧桑和繁荣 通过小毛、阿宝、沪生 三个人的不同家庭背景和经历 讲述了那个年代上海人和上海社会的酸甜苦辣 敬请订阅、点赞、分享 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推荐 严放与小毛约定 如果门前摆一双拖鞋 表示想小毛了 摆一双布鞋子 就是非常想小毛 但环境有制约 阴差阳错 有时是小毛无性质 也就没有动静 银凤奈何呢 有时奈不过 听见小毛上下楼梯 银凤忽然开了门 堂堂正正叫一声小毛 二楼爷书房门大开 空不见人 但小毛不在状态 自顾上楼下楼 银凤只能关门 最后 门口出现单指拖鞋 表示是紧急信号 小毛即便故意不见 走到三楼看书 吃酱瓜吃泡饭 眼前慢慢出现银缝的样子 等于空气有了变化 出了效果 整幢房子无人会明白 一只普通的海绵脱鞋 是如此含义 只有小毛懂得 这就是上海人讲的 蜡手蜡脚 每到此刻 小毛灵魂出窍 慢慢成为遥控模型 两脚自动上楼下楼 还好二楼爷书大门紧闭 小毛溜进银凤房间 拖鞋收紧 坐到方格子备单上 银凤两手眼胸 看了看小毛 钻到小毛身边来 小毛说 急成这副样子了 讨厌 银凤说 我是恨 是有恨了 小毛说 昨天夜里 我来了几个朋友 你为啥要偷看 银凤笑说 我从来不偷看的 小毛又说 看到啥了 银凤不想 小毛接着说 女人偷看 少有少见 银凤说 看得到啥呢 就算楼下 是天长舞台 天天唱小单柜 我也不动心 小毛说 算了吧 银凤看了还是不看 我心里一本账 银凤说 看得到啥呢 殿堂里又不开灯 一团一团黑影子 嘻嘻嗦嗦 男男女女 嘻嘻哈哈 看不清也听不到 小毛说 啥叫偷看 要的 就是这种味道 银凤腰身一软说 对的对的 我看来看去 心里就痒了 小毛不想 小毛完全晓得 寂寞银凤 长夜如盘 冷眼看定楼下的世界 轻轻握握 是是非非 即便模糊身影 轻微动静 让银凤的棉床更冷 内心更热 殿堂是一个模糊焦点 大妹妹 蓝蓝 阿宝 小珍 护生 样子相貌 脾气性格 相互关系 银凤经常提到 小毛说 这帮人比较无聊 护生原来呢 还算正派 现在也学坏了 大妹妹跟蓝蓝 花蝴蝶一样 银凤说 我发觉 护生对蓝蓝 已经有意思了 阿宝呢 带了女朋友小珍进来 小毛就避开 门一关 两个人报警不放 小毛说 不许讲了 银凤又说 两个人到长邓旁边报警 小毛说 你管得太多了吧 心思太野了 海德哥哥就要回来了 你要静一静 银凤不想 小毛又说 过了几个月 就会冷下来了 正常的 银凤说 啊 这是小毛的意思 准备冷下来了 小毛不想 银凤又说 我不肯的 不会答应的 小毛还是不想 银凤轻声说 我心里的苦 以前吃过的亏 我可以跟傻人讲呢 小毛一捏银凤的手说 跟我讲 银凤畏惧说 这不可以的 小毛不想了 银凤又说 小毛太绝情了 我已经想到 海德回来 夜里跟我一起的样子 我表面不想 心里不情不愿 会更想小毛的 我喜欢的人 绝对不会变 小毛听到此地 两人相拥 无言而眠 这次见面 这次见面后 过了六天 海德回到了上海 当夜小毛 中班回来 银凤的房门 已不露一丝灯光 门口有海德的皮鞋 一支折叠的外纹纸箱 小毛推开三楼房门 开灯 台子上有一包外国饼干 小毛娘在帘子后说 回来了 小毛嗡了一声 小毛娘说 早点休息 明早亚里想 妈妈有要紧事情商量哦 小毛嗡了一声 一夜无话 第二天小毛醒来 已是早上九点钟 小毛下楼接水 跟王师傅讲了几句 回到二楼 房门开了 银凤与海德在吃泡饭 台子上是油条 红腐乳 萝卜干炒毛豆 海德说 小毛 进来一道吃 小毛说 阿哥回来了 海德又说 进来呀 小毛进去 银凤面色不好 一声不响 海德立起来 走到五斗厨前面 朝一只米黄铁盒子一沁 搭的一响 跳出两片焦黄面包 海德拿出一片 涂了黄油 让小毛吃 另一片也涂了黄油 摆到银凤面前的碟子里 银凤一动不动 小毛说 这机器叫啥 海德说 香港叫多士炉 我买的旧货 银凤低头说 买的还是实的 海德不想 海德说 外国人单靠这只机器吃饭 因此长得又高又壮 小毛说 还有啥稀奇东西 海德回答说 这趟只有几本旧华报了 里面有凤飞飞 邓丽君 大陆无人笑的 小毛吃面包片 翻一翻华报 银凤不想 海德吃了一碗泡饭说 这趟回来 轮船差一点出事故 小毛抬起眼睛看海德 目光只停留在海德的胸口 海德接着说 开到三二七海区 船长肉眼观察 右前方有拖揽来船 航向是东南 0140阶段 我们挂出垂直的三盏白灯 一盏红弦灯 距离大概四海里了 船长看望远镜 对方仍旧是宝向宝速 接近到两海里 仍旧宝向宝速 变成交叉 对狱局面 小得危险了 明了三声短气笛 来船仍然直接过来 要死亡 一无重 船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船长大幅度左转舵 最后 来船离船手右侧 五十米通过 甲板掉进大型构建 一根钢丝绳断裂 大家一身冷汗 如果有浪 压舱面包铁大幅度移动 甲板上的货色翻船 船一抖 阿哥就危险咯 回不到上海了 银凤冷冷说 讲这种事情 下意思 海德苦笑不响 吃泡饭 小毛说 哎呦 太危险了 讲到此地 发现银凤仍旧冷淡 小毛说 我上去了 我上去了 海德说再坐一会儿 小毛忙说 我还是先走了 再会 等到下午 小毛在后门碰到了银凤 小毛笑笑 银凤低声说 情况有了变化 以后 小毛跟我不要再联系了 讲定了 小毛一呆 银凤讲了这句 眼镜也不看小毛 端了面盆 直接跑到楼上 房门一关 小毛猝不及防 完全呆了 当天小毛娘下早班 回到房间说 小毛 吃了晚饭 陪妈妈到澳门路去一趟 小毛说 做什么 小毛娘说 路上在家 全家饭壁 母子两人出门 沿西康路朝北走澳门路 小毛娘说 人已经不小了 有张死提哦 妈妈想了多少天 今天出来 准备为小毛介绍个女朋友 小毛停下来说 嗯 我不要女朋友 我不去 要去 妈妈说去 就要去 男人大了 就要逃老婆 要有责任 灵修讲过了 女人是男人身上一块骨头 意思就是男女恩爱 工作好 身体也好 小毛不走 小毛娘又说 哎 你要造反是吧 想翻天是吧 快点走 我跟春香讲定了七点半 快点 小毛说 啥 啥春香 小毛摇摇头 脑子空白 勉强跟了娘走 穿过江宁路 转到莫甘山路 一条石窟门老弄堂 走进一户人家的灶间 底楼前客堂已经开了门 春香小姐姐立于门口 小毛娘招呼一声说 春香 小毛心里一跳 眼睛扫过去 房门口的春香小姐姐 鹅蛋面孔 眉眼忠厚 青丝绣润 小毛记起了模糊的轮廓 小学生的时候 春香来过小毛家几趟 春香娘与小毛娘 以前是教友 此刻 小毛娘说 小毛 进来呀 春香说 小毛认得我吧 小毛笑笑 三个人进了前厢房 里面一格为二 前间摆大厨子 方台子和缝纫机 面台汤 还有一部二十六寸 凤凰全脸照 女士脚踏车 墙上有春香父母的照片 五斗厨上面 挂了一只十字架 下面供一瓶塑料花 后面一半 上面搭了阁楼 下面隔出一小间 有小窗玻璃 里面是一张双人床 小毛娘感叹说 春香好看吧 小毛不想 小毛娘看看四周说 房间好 样样抒起 小毛觉得呢 小毛说 下降下降 下降啥呀 春香说 是啊 阿姨也太直了 难为情的 小毛不想 春香又说 小毛 现在还练拳吧 小毛说 很久不练了 小姐姐哪里听来的 春香两眼看定小毛说 有几年一直看到呀 当时 我在环卫所 苏州河泊船工作 船过了羊垫桥 上梁仓库 经过叶家宅 岸上有一块空地 几次看到小毛练拳头 我跟值班长讲 这就是我弟弟 小毛娘说 对对对 苏州河呀 有多少垃圾码头 多少粪码头 春香样样小的 小毛不想 弄堂背后 就是苏州河 一阵一阵 是夜航船的汽笛声 河对面是潭子湾 弄堂旁边有啤酒厂 路西不远 是身心酒厂的高楼 每一个铁丝窗栅栏上 挂满了棉絮 风里无数飞舞白鸽一样 春香的房间走廊 飘过来苏州河的气味 棉纱的味道 和啤酒花 隐隐约约的苦气 三个人坐了一个钟头 小毛娘带了小毛告辞 春香送出弄口 春香说 小毛要尝来 小毛不想 小毛娘拉了一把说 答应啊 小毛点点头 笑笑 母子两人一路往回走 小毛娘笑眯眯说 嗯 蛮好 小毛说 妈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小毛娘说 我已经讲定了 讲起来 也算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小毛不想 小毛娘又说 现在 春香孤单了 春香娘故事前 我答应的 一定照顾好春香 现在 只要春香满意就可以了 小毛说 我要讲了 我根本不答应 小毛娘又说 男青年如果怕男为情 家长就要做主 妈妈是困难中 求高国领袖的 这也是天意 小毛结了婚 就晓得老婆好了 小毛说 八字没一撇的事情 妈妈肯定的人 不会有问题 墙壁上嘛 确实有十字架 小毛要是看不惯 可以商量替换 妈妈以前信耶稣教 后来改姓领袖 一样的 小毛不想 小毛娘又说 昨天 妈妈跟春香 已经分别做了祷告 小毛说 啥 昨天就碰过头了 是啊 昨天 就是现在的时候 我开口一谈 春香就爽快答应了 因为见过小毛嘛 小毛一呆 觉得事情严重了 小毛娘说 我们自己家房子小 哥哥姐姐嘛 接下来要谈朋友 办婚事 住哪里去 春香的房子 以前是身心厂 职工宿舍 马上 还有装煤气 还有啥缺点 国际饭店 也不过如此 哎呦 妈妈看着真眼热 小毛说 柔住 妈妈去住 我不感兴趣 小毛娘又说 女人比小毛 大个两三岁 更懂事理 女大两 帅过娘 将来服侍小毛 有啥我思议 小毛不想 小毛娘继续说 春香哦 一讲起小毛 没花眼笑 这就是缘分 小毛说 太奇怪了 如果春香要养好 为啥拖到现在 小毛娘顿了顿 一部装菜的带鱼车 歪歪斜斜 经过马路 小毛娘说 结果一次婚 两个月里就结束了 小毛说 啊 已经结过婚了 小毛娘忽然光火说 哦哟 我奶奶欣欣一路讲 还是不肯听 小毛不想 小毛娘忽然哭了起来 哎呀 我想想我 真是苦命女人啊 啊 我这一辈子 做牛做马 我还有啥意思啊 小毛一听 慌了 急忙跟妈妈说轻一点 这天夜里 小毛难掩心中之悲 银凤改变态度 一定得知此事 面临选择 使小毛纠结 混乱 接下来的两天 银凤看见小毛 冷淡里 带了一点客气 海德一贯是热情好客 毫无变化 到了第三天 春香拎了水果篮 彩色奶油蛋糕上门了 小毛父母非常高兴 谈谈讲讲 坐了两个钟头 春香告辞 小毛爸爸拉了小毛 送下楼梯 二楼两家邻居 开门来看 小毛尴尬至极 二楼爷叔 海德 笑眯眯 盯紧了春香的胸口 银凤看到春香 眼神冷淡 短短三天时间 世界有变 第四天上班 樊师傅说 小毛要结婚了 麻烦麻烦 小毛一呆 樊师傅又说 老婆大几岁 浦东人喜欢大娘子 顶好 小毛说 我不答应 我娘就寻死伤调 穷吵 樊师傅说 小毛 他老婆不是买花瓶 日脚过得去 就可以了 以前讲结婚 就是尽孝 有道理的 小毛不想 樊师傅从包里 拿出一张照片说 春香不错的 一看 云端端面孔 雪雪白 肯定是贤惠家主婆 会养双胞胎 小毛一愣 樊师傅 胡萝卜手指头 捏了一张春香的照片 微微发抖 人民照相馆 手工着色 四寸照片 四面切花边 春香烫了前流汗 一字领羊毛衫 扎着丝巾 笑眯眯染了两朵红韵 看定了小毛 樊师傅说 老娘家特地来寻我 求我来看 我只讲一个字 好 我赞成 我要吃喜酒 小毛拿了照片 心乱如麻 下班后 到叶家宅 看望拳头师傅 师娘上班 金妹在烧菜 陪小毛吃了几杯 以往拳头师傅 最反感樊师傅 但这次非常赞同 指望小毛结婚 小毛有一点醉 慢慢走回大子民中 已经九点敲过 小毛懒得开门 走后弄堂 后门敞开 听见米发店堂里 有人说笑 小毛身体一闭 看到里面坐定两个人 另有一个女人靠了静台 仔细听口音 是阿宝 护生和银凤 三人有说有笑 银凤说 小毛的女朋友 脚鬼标志 有房子 护生说 哦呦 太不够朋友了 我跟阿宝 为啥一点不晓得 有啥可以瞒的 阿宝说 嫂嫂结婚几年了 银凤嗲声说 我们年纪大了 护生说 嫂嫂笑起来好看 银凤笑说 我小的护生 早就熟的 一到看过电影 护生说 这我记得 多脑河之波嘛 船长跟安娜 银凤软声说 是啊是啊 阿宝说 我一般只是夜里过来 嫂嫂哪里会认得 银凤笑说 这是秘密 护生又说 嗯 笑起来好听 银凤轻笑 了心了肺 阿宝说 这个小毛 看到了新娘子 走不动路了 护生说 大概是过夜了 这是允许的 银凤说 护生真会说细话 小毛靠了门框 一股热血涌上来 慢慢走进理发店 三个人发现小毛 身体一动 银凤穿一件月白棉毛衫 手拿一条毛巾 路灯光照进来 浑身圆润 是象牙色 但此刻 小毛毫不动心 也并不难过 小毛拿出春香的照片说 哼 讲得不错 我确实要结婚了 从现在起 大家不要再虚伪 不需要再联系了 护生说 护生说 小毛 住啥 小毛说 本来就不是结拜弟兄 我走我的独木桥 以后不必要来往了 阿宝说 小毛 酒吃多了 小毛说 我死我活 我自己的事情 从今以后 大叫 我断 阿宝 与护生 力气来说 小毛 银凤不动 凛若冰霜 忽然蹲下来抽气 小毛说 对不起 大家到此为止 我决定了 说一不了 讲完这句 小毛十分平静 忽然感到无所畏惧 能独立面对一切磨难 小毛一步一步走到楼上 关门 睡觉 从此以后 大自明中弄汤里发电 白天营业照常 夜里 则永归寂静 小毛与护生阿宝绝交 婚后搬到墨干山路 很少回来 小毛娘眉头皱紧 二楼银凤形容憔悴 身材发胖 大妹妹已去安徽山里上班 只有兰兰与护生有联系 时常见面 有次夜里 两个人走到西康路三角花园 兰兰说 理发店里 现在老鼠多起来了 一到夜里 门口就蹲了两只野猫 护生心里一酸说 太冷清了 最近见到小毛吗 兰兰说 见过一次 不理不睬 脾气完全变怪了 护生不想 兰兰靠近护生 握紧护生的手说 人人不开心 阿宝也不开心 据说 跟小珍分手了 那 护生为啥不开心 护生不想 同时也觉得 兰兰是细心人 这半年里 护生心情变坏 是家中发生了逆转 起因是1971年 一架飞机失事 牵连到护生的父母 双双隔离审查 随后 拉德公寓立刻搬场 护生与护民兄弟两人 被指定搬进五定路 一间旧工房 两小间 合用卫生 与原来英式公寓 天地有别 此刻 护生表面上笑笑 其实是有气无力 护生说 小姑娘少管闲事 兰兰说 要开心一点 跟我讲讲嘛 兰兰贴近护生 三角花园里 到处是一对一对 抱紧的无声男女 附近的夹竹桃 墨黑沉沉 满树白花 兰兰说 过几天 跟我去听唱片 散散心 护生答应 三天后 兰兰约了护生阿宝 走进玉佛寺附近 一条心事理弄 去看兰兰的女同学 电车卖票员雪芝 兰兰说 雪芝的房子 照样独门进出 一楼到二楼 红木家具 一见不缺 楼上小间里 照样有唱片 也有唱机 阿宝说 奇怪了 现在还会有 这种好人家 兰兰说 雪芝爸爸 以前是铁工厂 小老板 应该算资本家 护生说 我不禁要问 国民到了现在 还有落网之语 阿宝叹息说 哎呀 护生到了现在 还讲这种口头语 还谈革命 护生忽然不响 兰兰说 大妹妹最倒霉 是穿棉裤爬山 雪芝倒霉 是五个哥哥姐姐 全部下乡了 讲起来嘛 雪芝条件好 大小姐派头 平时要临铁 打旗谱 集邮票 一卖电车票 马上一副武枪 敲台板 摇小红旗子 阿宝不想 三个人建了小弄堂 后门一开 眼前的雪芝 苗条身材 梳两根辫子 朝阳阁衬衫 文雅漫妙 阿宝吃了一惊 1970年代 工厂 菜厂 国营粮油店 饮食店 每条公交线路 包括环卫所 可以看见容貌 交好的女青年 阿宝看看雪芝 无意之间 想到了夜班电车 雪芝胸前 挂一只帆布票带 座位上方 是昏黄的小灯 车子摇晃 嗡嗡作响 几个下中班的男青年 认定雪芝的班次 每夜专乘着一趟电车 为的是看一眼雪芝 看一看雪芝的 五指绒线手套 小花布袖套 绒线围巾 中式棉袄 看雪芝一张张 整理钞票 数清饺子 用旧报纸 一卷一卷 仔细包好 然后拆开一叠 车票的骑马钉 预先翻松 压进木板票夹 台板一关 移开窗玻璃 小旗子伸出去 敲车厢铁皮喊着 提栏桥到了 雪芝说 阿宝 栏栏推了推阿宝 阿宝发现 眼前的雪芝 土鼠温婉 浅笑明眸 阿宝说 哦 阿宝 几时让我看邮票 阿宝说 我早就停手了 对了 最近有啥新票 雪芝想了想说 胜利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 十六章一套 阿宝笑笑 雪芝又说 不过 我只急盖销票 我哥哥 两个姐姐 在安徽插队 另外两个姐姐 在黑龙椒农场 加上这帮子人的同学 盖销票 全归我 阿宝不想 心里不相信 陌生的雪芝 可以讲个不停 桌面上有棋盘 燕台 笔墨 阿宝说 我有一本 风子楷编的 九成功 我不写字 雪芝要吧 雪芝说 民国老版本 我要的 附生说 如果一九六六年 雪芝多写几批大标语 多写横幅 等于多练榜书 更容易提高 阿宝说 这要看情况 当时最时髦 就是心卫碑了 马路上 到处心卫碑 我比较恶心 雪芝说 阿宝讲得有意思 字确实要轻贵 要有骨碑气 要旧气 不可以搏相 呼声不响 雪芝接着说 心卫碑呢 硬僵僵 火气太足 解体就不一样了 呼声说 一笔一划 消把刚进 激情十足 为啥不好呢 阿宝轻声说 哼 已经吃足了骨头 还有激情 呼声不响 兰兰说 1966年 雪芝还在穿开 当裤 就会写大字了 雪芝拍了一记 兰兰说 哎呀 要死了 十三 大家一笑 兰兰领呼声 到楼上听唱片 阿宝与雪芝 落子齐平 房间里静 阿宝想到雪芝 卖票的样子 心声联系 这天回去的路上 呼声看了看阿宝说 连输了两盘 肯定是有益的 阿宝说 我一直是臭气 从来不动脑筋 只是看雪芝 夹一粒黑子 端端正正沁下来 滴得一击 雅致响 呼声不响 阿宝又说 骑一动 就晓得对方心气 无论打劫死活 收官 雪芝根本无所谓 一点不争 呼声不响 两个人到饮食店 吃馄饨 阿宝说 呼声 想开一点 呼声 仍旧不响 阿宝又说 小毛发作那天 呼声倒是嘻嘻哈哈 跟银凤 又讲又笑 呼声说 是苦笑 懂吧 也是酒吃多了 阿宝说 是吧 呼声说 大家全部是明白人 彻底 大家全都不对头了 小毛 银凤 我呢 更是不谈了 阿宝不想 想到这一天 阿宝得知 呼声家中变故 黄昏赶到五定路 开门 先是吃了一惊 两个房间 灰尘之中 只有两床地铺 呼声无精打采 看看阿宝说 我还可以 护民情绪不好 护民裹紧一条棉花胎 一动不动 阿宝托护民起来 摸出皮夹子说 阿哥 麻烦去买点韭菜上来 大家随便吃一顿 护民勉强起身 抹了一把面孔 下楼去买 阿宝走到走廊里 寻找一把破扫帚 四周粗粗粗打扫 护生说 我无所谓 阿宝说 搬也就搬了 当年 我搬到曹阳新村 邻居还要围官 此地算是静的 呼声不想 阿宝笑说 想起我祖父家 做官的抄家 完全是应该 抄到生意人头上 千古少见 呼声问 为啥 阿宝说 也就是随便讲讲 太平天国 长矛造反 照样一路抄杀 不管官民 这就是革命 护生说 观点混乱 人哪 还是要以阶级来分 就算到了出世前一天 我爸爸讲起来 是为了阶级 为了国家 不是为个人 我爸爸 已经无法退缩 身不由己了 阿宝说 这我全懂 向来如此 只要是上面大领导 出事情 也就是打门包 内部处理 下面一大批人 准备翻船 唐宋元明清 也是一样 护生 护生说 不多讲了 切手现实吧 我随便 不久 护民买来几包熟菜 两瓶加饭酒 三个人闷头吃了 坐到夜里七点半 护生送阿宝下楼 路上一直乱讲 结果糊里糊涂 两人顺西康路 一直走到大字名中弄它 理发店锁了门 楼下喊小毛 无人答应 转到后弄它 银凤穿一套月白棉毛衫 靠近水斗搓毛巾 银凤笑笑说 他该是护生阿宝对吧 阿宝说 小毛呢 银凤说 上班到现在也不回来 不要等了 护生说 不要紧的 我坐一坐 银凤看看楼上 轻声说 还是回去吧 阿宝说 我以前 见过嫂嫂吧 银凤微微一笑说 反正我认得阿宝 护生笑笑 久眼朦胧 看见面前少妇 心情松了一点 两个人坐进理发店 银凤依了静台 说笑了十多分钟 想不到 小毛冲进来大发作 事后 银凤抽气一阵 木人上楼 两个人待坐许久 护生说 还是走吧 护生拉了阿宝 走出店门 阿宝说 结束就结束 护生不想 阿宝又说 最后 最后再看一看 理发店这一夜 也就翻过去了 护生看定 护生看定寂静地弄它 路灯昏黄 一只野猫穿过 护生说 如果是洁白弟兄 也许就好一点 阿宝叹息说 唉 人是要变的 情况变了 一切会变 护生不想 阿宝说 既然小毛要结束 我买账 护生 仍旧不想 走进花童饭店 康总一待 几个月不见Mary 车马轻肥 周身闪闪 名牌犬牙纹 高级套装 大厘头钻戒 火头十足 神态发型 完全两样 两个人落座 客套了几句 康总说 最近 有汪小姐消息吧 Mary说 我已经长远不上班了 有啥情况了 康总说 我就是随便问问 Mary疑惑说 远都远转的盘问 汪小姐 会有啥消息呢 康总说 是好久不联系了 突然想到 Mary说 哼 一定有情况了 康总笑笑说 好 我找借口 只想跟Mary联络 总可以了吧 Mary笑笑说 康总一入座 就一直盯着我看 这是为啥 康总说 面相 打扮 尤其面孔轮廓 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Mary说 不许瞎讲 我不可能整容的 那是碰到贵人了 那是碰到贵人了 Mary看看周围 压低声音说 讲起来 只有几个钟头 最近 确实碰到了 有相当背景的贵人 我现在 我现在可以老实讲了 康总说 讲呀 Mary说 其实我妈跟小开 混到上海 基本也就是硬撑 已经山穷水尽 忽然之间 贵人轻轻放了一句话 打了一只电话 情况马上就两样了 协议签了字 钞票 远远不断进来 康总不想 Mary继续说 我妈跟小开 也就来回飞 西北 上海 香港 日本 这种大动作 大项目 大事情 做到后来 非要有自家人帮衬 我只能辞职 康总说 有了奇迹 就一顺百顺 确实搞大了 要是走到马路上 我根本不敢认了 不敢叫Mary的名字 Mary低环说 我也不喜欢这副打扮 全部是为了小开 西北方面呢 跟上海情况不一样 政商两届 有点身价的人 相当讲究穿着 康总说 上海人最会打扮呀 Mary说 现在不对了 越是小地方 越讲究名牌 手面越大 对牌子越是懂 前几天 西北一个县领导 对我讲 沿海干部 到底是不一样 我当时不想 县领导讲 最近带了干部 到江苏参观学习 学到后来 不好意思了 人家干部开的车子 也就是一般帕萨特 裤子皱皱巴巴 工作经验丰富 我手底下这批人呢 每日讲吃讲穿 比牌子比车子 康总说 这只能够讲 两个地方 道行不一样 Mary说 我广东有一个同学 挂职做副县长 等于做花瓶 做摆设 根本无人理睬 当地的风气 人人忙生意 办公室讲本地粤语 外人根本听不懂 但是西北地方 有一个挂职的女副县长 最近跟我讲 说 妹妹呀 我真是想不到 做县长的好处 是真正的好 想不到的好 我问 姐姐 好在什么地方呢 副县长讲 身边配一个秘书 从早跟到晚 县长 早餐准备好了 县长 车子备好了 县长 今晚有三个饭局 时间路线已安排好了 请放心 副县长有一次 想回省城看父母 悄悄打了电话 预备隔天坐火车走 到了夜里 秘书汇报了 县长 明天到省里探亲的车子 已经备好了 宝马越野车 下午两点十五分过来 其他内容 也已经备齐了 副县长 副县长问 是什么呀 秘书讲 也安排手下 杀了一只羊 准备六只活鸡 包括土鸡蛋 几袋新收的小米 四张新销的黑山羊皮子 一点自酿酒 山货土产 环保蔬菜 全部准备齐了 请县长放心 副县长轻声对我讲 怪不得人人要当官 原来坐官这样舒服 那叫一个爽 康总说 这无杀稀奇 中国古代坐官 完全一样 就是派放到再穷的山沟 照样是肥缺 坐官就是享福 完全应该 官就是老爷官大人 人民百姓永远是小人 长幼有序 有一趟 我跟洪庆到了西北 真是领教了排场 最后搞得洪庆 差一点失身 梅瑞笑说 要喜了 男人还有这种讲法 康总说 梅瑞这次回上海 准备住几天 梅瑞说 啥叫失身 康总说 我开玩笑 梅瑞说 我要听 讲嘛 康总说 多年前的事情 我现在是听梅瑞讲 梅瑞笑说 抢呀 啥叫失身 康总无奈说 摄药天夜里 我跟几个投资开发的老总 住进县招待所 县领导住三楼 一批女工作人员也住三楼 二楼空关着 四个上海来宾住底楼 当夜开舞会 一个一个女工作人员走过来 拉上海来宾去跳舞 非跳不可 我比较痛心 梅瑞问 为啥 康总说 语言不通 我讲普通话 对方不懂 对方讲东北土话 我不懂 还有就是 哥哥老实朴素 农村大龄女青年 一身的算描器 手向错刀 面孔两团太阳红 长筒丝袜 一连串缝过的破洞眼 舞会结束 县领导坚持 四个上海来宾 每人必须住单间 我坚决不同意 县领导嘛 笑一笑 对女青年说 大伙有什么问题 搞什么咨询 别叽叽喳喳 吵吵闹闹 一堆女人 冲进嘉宾房间 要闻名 哑观 一个一个 礼貌敲门进去谈 对我们上海老总们 就该戏谈 单独谈了 更有效果 听明白了吗 女青年说 听明白了 美瑞笑说 康总 是嫌弃这批女人太土 康总说 老子有啊 我一一拒绝 我必须跟洪庆一个房间 四个人 必须住两个标准间 到了半夜 洪庆抱怨说 李人一间 为啥不可以 美瑞说 那 结果呢 噢 那 对 没 过来 与